大會主席游錫坤院長 現場的貴賓好朋友 收看電視和網路直播的國人同胞 大家好 今天是中華民國110年的國慶日 每一年的這個日子 我們聚在一起 慶祝我們國家的生日 我們抱著莊嚴的心情 感謝這塊土地上歷代的前輩 不論是先來後到 為這個美麗的家園犧牲奉獻 今天在台灣生活的人們 已經是一個生命共同體 我們共同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驗 今年五月開始 台灣遭遇了疫情爆發以來 最嚴峻的挑戰 有八百多位民眾 失去生命 他們是我們的家人 我們的好朋友 是我們生命共同體的成員 在這裡 也就是在演講的一開始 我要向他們的家人 致上最誠摯的慰問 這一波疫情中 我們也再度的看到 台灣人民的高度自律和素養 不管天氣再怎麼熱 大家總是不忘戴上口罩 不管走到哪裡 大家都會自動掃 實名字QR Code 而且保持社交距離 疫苗到了 大家按照政府的安排 有秩序的接種 大家的努力 我很感謝 大家的配合 政府也絕對不會視為 理所當然 我要特別謝謝 鴻海友林基基會 台積電 慈濟等民間組織 跟政府攜手合作 我要再一次的謝謝 我們醫護人員的辛勞 我更要再一次的謝謝 所有的台灣人民 在如此困難的時刻 是大家的團結 守住了我們的國家 是大家的民主素養 守住了我們真愛的家園 除了自助 還有來自國際友人的協助 日本 美國 立陶宛 斯洛伯克 捷克 波蘭等國家 在全球疫情嚴峻 且疫苗供應不穩的情況下 身出援手 今天 除了即將來射出的立陶宛 其他國家的代表 都在現場 這就是民主大聯盟 世界加好友 我要藉這個機會 邀請我們所有在場的來賓 以熱烈的掌聲 向這些國家的代表 臺灣人有一個美好的傳統 我們不會忘記別人對我們的好 我們不會忘記別人對我們的好 不斷地擴散出去 這一年來 疫情雖然衝擊了我們的內需 但是沒有影響到我們的成長動能 全球半導體晶片的短缺 更凸顯了臺灣在供應鏈上的重要性 而印太區域變化中的局勢 也讓臺灣在區域中的關鍵地位 再次受到了矚目 臺日關係持續深化 歐美 歐盟跟我們的關係 也越來越密切 臺美TIFA赴談了 臺灣也向CPTPP遞見了 在華府 在東京 在坎培拉 或者在布魯塞爾 臺灣的議題不在邊緣 有越來越多的民主好朋友 願意站出來挺臺灣 我們相信自己有能力 和理念相近的夥伴攜手 為國際社會做出貢獻 臺灣的國際形象 不再是亞西亞的孤兒 現在的我們 已經是可以 而且能夠勇敢面對挑戰的 堅韌之道 但是當我們越來越好 中國給我們的壓力就越大 所以我要提醒所有的國人同胞 我們沒有鬆懈的本錢 此時此刻的國際政治 正發生劇烈的變化 維權主義的擴張 讓全世界支持自由民主價值的國家 都有警覺 而臺灣 正處於民主防線的最前緣 也因此 隨著國際局勢的演變 此時此刻的中華民國 正處於72年來最複雜多變的局勢當中 我們走的每一步 勢必牽動世界未來的走向 而世界未來的走向 也必定影響臺灣的前途 印太區域的情勢 日期緊張複雜 北京當局在全面控制香港 壓制民主人士之後 也調整了改革開放以來的 政經發展方向 同時 在南海 在東海 區域秩序正受到挑戰 在臺灣的西南空域 共軍常態化的活動 嚴重的影響了我們的國安 及肥安 而民主國家之間 則正努力強化各領域的合作基礎 來因應區域和全球的變局 G7 北約 歐盟 以及美日印澳的四方安全對話 不約而同關注台海的和平 與安全 同時也關心印太區域和平穩定的現狀 是否會遭受到中國片面破壞 在這裡 我要重申 臺灣願意為區域的和平發展 貢獻一己之力 在兩岸關係上的立場 我們善意不變 承諾不變 維持現狀就是我們的主張 我們也會全力阻止現狀被片面改變 我也要強調 兩岸解決分歧 必須透過平等對話 我們期待 兩岸關係和緩 我們不會冒進 但絕對 不要認為臺灣人民會在壓力下屈服 我們會持續充實國防 展現自我防衛的決心 確保沒有人能逼迫我們走向中國所設定的路徑 因為中國所設定的路徑裡頭 不會有臺灣的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更不會有兩千三百萬人的主權 從1949年中華民國立足臺灣以來 已經立足已經經歷了72年 這72年來 我們的經濟 從貧窮到富裕 政治從威權到民主 社會從一元到多元 一步一腳印 成就的今天 中華民國臺灣嶄新的樣貌 這個今天讓世人稱讚的樣貌 是經歷了多個世代的人們 共同努力的成果 沒有一群人可以單獨鞠躬 瑞莎原本是烏克蘭人 雯真寧的母親是菲律賓華人 父親是客家跟日本的混血 不久前才離開我們的棒球選手 王光輝 這是阿美族人 國旗不見了 我們一起生氣 台灣被打壓 我們一起憤怒 這就是我們融入與共的情感 在這個包容的國度裡 不管先來後到 沒有人有原罪 也沒有人會因為不同的出身 而被排除在共同體之外 只要尊重 並且認同這塊土地 台灣永遠張開雙手 歡迎所有人 團結所有人 過去這72年來的發展歷程 讓國家的樣貌 有了很大的轉變 但在轉變之外 我們也有不變的堅持 那就是 確保主權 捍衛國土 這個信念 是讓台灣屹立不搖 民主開發結果的重要關鍵 也是72年來 國軍保家為國 為何而戰的基礎 更是一代又一代台灣人民的堅持 這樣的堅持 從來都不是一黨一派的堅持 今天 國民黨朱立倫主席 民眾黨柯文哲主席 時代力量 陳焦華主席 都在現場 各位的出席 是台灣民主美麗的風景 政黨政治必定有競爭 但只要議題牽涉到國家的尊嚴 以及人民的未來的時候 我們就要團結起來 為世世代代的台灣人 守住主權 守住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所以 我們必須彼此約定 永遠要堅持自由民主的憲政體制 堅持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 堅持主權不容侵犯並吞 堅持中華民國台灣的前途 必須要遵循全體台灣人民的意志 這四個堅持 是台灣人民給我們的底線 也是我們最大的公約數 站在公約數的共同基礎之上 我們有責任累積更多的共識 以團結的姿態來面對未來的挑戰 我們身上有一個共同的責任 要確保這塊土地上的年輕人 可以世世代代 繼續自由奔放下去 從我2016年上任開始 就致力於貿易多元化 產業創新 能源轉型 人才培育及引進 讓國人看到了台灣經濟結構的正向轉變 這幾年來 面對全球經濟的變局 我們協助台商大量回流 加速產業轉型 一舉翻轉過去30年 因為過度依賴單一市場 所造成的經濟成長緩慢 以及資金和人才外流的問題 今天 台灣經濟的表現 不僅重回亞洲四小龍之手 而且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則證明 台灣有能力創造更有韌性 更自主的經濟發展模式 我們走出一條 不再依賴單一市場的新經濟路線 這是台灣經濟能夠立足世界 扮演更重要角色的關鍵 各位親愛的國人同胞 世界的大門已經為我們打開 我們要堅持走下去 讓台灣經濟在下一個30年 繼續發光發熱 除了經濟轉型之外 我們還排除萬難 推動了許多的改革 社會照顧擴大了 外交有了突破 國防改革 國防改革正在進行中 許多我們過去幾年付出的努力 成果正一一呈現在國人 及世人的眼前 很多人問我 接下來 我們還要為台灣做什麼 我的答案很簡單 在勇於改革 以及壯大國力之外 我們要為國家的未來發展 打下一個長治久安的基礎 要讓中華民國台灣有足夠的實力 有穩定的社會 迎向下一個階段的變局和挑戰 我們必須要面對那些長期困擾台灣社會 充滿分歧 難以取得共識的議題 更必須去凝聚共識 找出社會大眾 普遍能接受的解決方案 進而化解這些長年的爭議 台灣才能夠沒有後顧之憂的往前走 我們有必要因應國家發展的需要 針對政府體制和組織 地方制度 國土規法 和區域發展等重要的治理議題 做出必要的檢討和調整 讓國家治理達到最有效率 最能反映民意的狀態 其中 憲政體制的改革 就是一個必須要面對的事情 立法院修憲委員會已經成立 這次的憲改 會以中華民國憲法為基礎 以維護民主自由憲政體制為前提 來進行修憲 我理解 修憲的門檻非常地高 我要呼籲朝野政黨 憲改議題攸關國家治理 無論是執政還是在野 都必須放下陳建 嚴肅地進行憲政議題的討論 尋求最大的交集 轉型正義的工程 歷史留下的傷痕與是非 如何撫平 如何評價 正考驗著我們這一代人的智慧 和勇氣 此外 國家的能源政策 該怎麼走 也是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 沒有一個國家 可以在反覆的能源政策下 持續累積經濟成長的動能 我們已經和國際主流同步 宣示2050近年排放目標 也必須和各界一起規劃路徑圖 把握相應的趨勢 及早評估風險 建構更具彈性 更有應變能力的供電體系 這不僅攸關競爭力 也關係環境的永續 著手處理這些重要的議題 才能打下長治久安的基礎 留下一個更好的國家 給年輕人 然而過去這些公共議題的討論 很容易因為政黨的立場不同 或是政治認同的分歧 讓原本只是路徑手段的不同 被無限上綱成意識形態的爭執 這些爭執 無助於國家的發展 只會讓我們被迫內耗 要原地打轉 所以我想要在未來幾年的任期中 引進社會力 共同來尋求解決這些議題的路徑 讓社會和政治部門攜手合作 一起尋找不同意見的最大公約數 把困難的議題一一化解 為國家發展的大方向 奠定最堅實的基礎 2021年是充滿挑戰 也令人感動的一年 今年夏天的東京奧運 臺灣選手締造了史無前例的好成績 在國家生日的今天 我要再一次向所有的運動選手 以及所有的後勤團隊 致上謝意 謝謝你們讓世界看見臺灣 在奧運比賽的過程裡 臺灣人民再次確立了 不分彼此的共同體的意識 我知道有人自認看球每看必輸 於是只要臺灣選手出賽 就不敢看轉播 只能在心裡默默地加油 我也知道有人看射箭比賽的時候 緊張到心跳比選手還要快 這就是共同體 它是一條無形的線 把我們每個人牽在一起 喜怒哀樂融入愚蠢 羽球男雙金牌戰 當電視螢幕上出現硬的畫面時 我相信不少人都跟著尖叫吶喊 甚至流下了眼淚 我們等這一刻等很久了 臺灣的好 臺灣的自信 臺灣的勇敢 一直在等著被世界肯定 被世界看到 今年夏天 我們做到了 這幾天 當國慶預演的飛機 飛過台北上空的時候 很多路上的行人 會停下腳步抬頭看 他們在看保家衛國的空軍 不只是空軍 因為國慶 臺北街頭出現了 很多為國慶預演排練的部隊 輸軍的工兵 消毒的化學兵 先兵快速反應鏈的重機 以及很多平常很難在街頭上看到的各式戰鬥車輛 就在我們前面的重慶南路上整裝待發 大家都拿起手機忙著拍照 也許不是很清楚這是什麼部隊 也許也叫不出裝備的名稱 但那是一種安心的感覺 這是我們的國軍 我們的軍隊 會保護我們的家園 有災難的時候 會來救災 當主權領土 和民主自由受到威脅 也會用生命來保家衛國 2021年 台灣最感動的畫面之一 就是東奧英雄回國時 我們的國軍出動幻象兩千 在我們自己的領空上 歡迎他們回來 國軍和東奧英雄 都是這個國家的英雄 我們期許所有的國人同胞 相信台灣的好 相信台灣的重要 相信我們兩千三百萬人所組成的共同體 能在世界上揚眉吐氣 就讓我們帶著光榮和自信前進 做自己的主人 樂為世界人 讓台灣成為世界的台灣 最後 我要祝福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也祝福所有的國民 身體健康 平安順利 謝謝大家 謝謝